先來看這句話 邀請在臺北的 台安區重大的插案 這個處處放在家裡現金五百萬 沒中豬爪沒去 因為這個門湯沒給破壞 當時只有館這關家在家 也沒發現有人走進來 他就懷疑是密室犯案 那就是這個柵仔冰空來消息 沒努力任何的腳枝淨骨 也不過驚鳳在柵仔消息的故事 地灘侍入瘦舍 發現在中山區 國鳳堡 後比蘇領堡 爬坑的封股裡面 有驚東的婚姿 個人順利來抓到三番 經過DNA的比對 三番又來抓到十多人 風海勝出主案件 這樣米二十二年 總算是葬到囉 有 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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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人 哪一陣燒 他們現場的空氣有夠壞 因為很多年 台北市中山區 國鳳堡後比蘇領堡 憲凡就是看說 這麼沒人會來 就帶天堡住在這裡 超沒錢 看他們有吃東西 憲凡要在睡 不夠歡迎 就好驚鳳鴨起來了 我要收第二波 我來憲凡在這國外車 去港邊台北市台湾 人家好人住的房子 偷貸五百萬的現金 半個月花一半去出的 台北桌裡面 在安法床 憲凡有幾個次去 檢查地形 為鳳會派進去 偷貸 因為他們都沒有破壞 當時他們這個關係 今天沒發現說 有人走進去偷貸的東西 也當作是蜜色煩案 他是一個非常狡猾 而且是一個慣犯 攀爬窗戶 攀爬像蜘蛛人一樣 攀爬這個窗戶 從住戶窗戶裡面 進入到住宅 然後竊取之後 再從這個原窗戶 這個逃離 憲凡無妨 這間中間的截圖案 根據透過DNA比例 發言說 這個生意土的憲凡 牽涉超過十天 崩壞性主主的案件 都沒有二十二年了 因為他都有所定 有過這堂 還是關家人家自下手 這次截到鐵棒 你搶進別人家裡 要做什麼呢 目標是外用 六十歲陷害怕路 拜一個拜一個 就忘記憲 他都是外國 投退來的東西 變不危險 因為沒用手機 也沒騎有車 搬到機車 警方很難對中 他的逃走路線 這次因為 換這個中招戶案 警方全力的退步 也會有很多 怕冷暗中心在地上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 開啟小鈴鐺喔